我们来看苏家泉 中台湾的行程第二天 先到绿营执政的彰化室 拜访乡亲 苏家泉在现场拉筋 展现好体力 下午来到了方苑 往今跟养殖业者会面 承诺国光石化 不会因为改朝换代 卷土重来 反而他说会着重在发展 朝间代的庶民经济 另外苏家泉还到了竹堂乡 参拜大荣树公 祈求选取开出红盘 民间党副总统候选人苏家泉 到彰化竹堂乡参拜大荣树公 国民党籍的乡长蔡永基亲自迎接 外界揣测拔装意味浓厚 你是不是来拔装 我不要说的 这也有拔装意味是很浓厚的 没有所谓拔装 大家交朋友 那我们觉得很自然 乡长来看一下 进地主之谊 乡长低调闪躲 但苏家泉说这次是来特地 祈求国泰民安 民进党选举开红盘 乡长只是禁地主 质疑别过度解读 结束参拜行程 苏家泉来到沿海地区 养殖业者担心国光石化会卷土 重来他也做出承诺 苏家泉说他不会乱开支票 尽可能完成大家期待 安逢马英九证件跳票 拼选战 苏家泉来到蓝营执政的彰化线 拉票 上午先到彰化市 不怕选举奔波展现好体力 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苏家泉跑行程 不怕累就怕没听见 人民的心声 小熊周部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